伊斯兰党妇女组副主席沙拉米亚 早期要要求政府废除各原流学校的言论 引起强烈反弹之后 伊卿团长凯利尔今天就端出折中方案 建议把华文、弹米尔文和赵宜文 列为国民学校必修课 如此一来不但能够促进国民团结 还能减低大专生失业率 母语教育课题今天继续成为 伊党大会关注课题 继伊斯兰党妇女组领袖沙拉米亚 呼吁政府关闭华小弹小后 新任伊卿团长凯利尔今天也在 伊党母体大会总结环节时 建议政府重新把找仪文列为必修课 以及将华文和弹米尔文 列为国民学校必修课 并宣称这将会是国民团结的全面解放 凯利尔声称掌握这些语言 不但能维持族群团结 遵从宪法 还可帮助解决大专生失业问题 因为校方可以聘请失业的大专生 到学校教导这些语言 与同袍不同的是 伊党全国中委兼教育局第一副主席 哈利马这时候站出来 为停办母语教育论缓夹 他指出 少数族群捍卫母语教育 努力共同发展母语学校体系的心学精神 让人佩服 时至今日更有不少马来家长 把孩子送到华小但小上课 这点值得伊党效仿和参考 并应加以善用在伊党旗下的教育机构身上 以培育优秀的学生 无论如何 他同时也呼吁西蒙政府提升国小 让全民不分种族的学习知识 伊党废除多元流学校言论过于耸动 就连朝野政党都看不过眼 太平行动党社青团 金宝社青团 马六甲马青州团 纷纷批评伊党极端不知 煽动种族仇恨 今天更不冤而同 分别向警方报案 促勤警方以煽动罪展开调查 太平行动党社青团团长 盛景生指出 华文教育扎根我国超过200年 对我国政经文教等领域的贡献不可磨灭 而联邦宪法和1997年教育法令阐明 母语教育受到保障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关闭华诞小 他要求沙拉米亚马上撤回言论 向大众道歉